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可以把节目往前捣捣 能够找出来听听 咱们今天说的这个案子 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同样发生在日本 这作案手法也是大同小异 我发现日本特别容易出这种洗脑杀人案 这个案子就是赫赫有名的北九州监禁杀人案 这起案子两个关键人物 一个叫松永泰 这松永泰呢1962年出生在日本福岗县北九州市 另外一个呢叫旭芳淳子 也是后来松永泰的妻子1962年出生 就这夫妻俩制造了这桩震惊全世界的大案 咱们得从头来说 这松永泰呢从小长得就挺帅气 性格呢也挺好 能言善道的 为人处事啊 大家感觉也挺谦卑有礼 松永泰的父母呢 经营着一个店铺 就床上用品厂 说是厂也不叫厂 就跟小作坊似的 也自己生产被褥往外卖 也卖这榻榻米 所以从小到大 松永泰家呢生活条件相对还是比较优越的 尽管生活条件挺好 但是从小啊 学习成绩不太好 这旭芳淳子呢 跟松永泰算是高中同学 但不是一个班的 毕业之前在学校上学的时候 也就是打过几个照面 比陌生人的熟悉点 但是也算不上是特别亲密的老同学 要比起来啊 旭芳淳子家的条件 比松永泰家的条件就好得多了 松永泰家尽管有那么个小作坊 收入也还可以 但是松永泰野心很大 不甘于此 他是想成为一个大财阀 想成为一个大资本家似的那样的一个人物 松永泰也认为自己有这个能力 而旭芳淳子家呢 还真就是一个类似于财阀的那样一个家庭 在当地挺有名望的 旭芳淳子的祖父就当过村议会的议员 旭芳淳子的父亲呢 是农协关联机构的副理事 最主要啊 他们家有产业 还有大量的土地 他们家呢 没有男丁 没有男孩 在那个年代 日本也一样 重男轻女 他们家就俩闺女 哎呦 这旭芳老先生就也犯愁 以后这么多财产 让谁继承呢 不行 得招个入赘的女婿找个赘婿 那让谁去找赘婿呢 大女儿就是续芳淳子 两个人的基本情况啊 这就给大伙讲清楚了 之前咱们也说了 松永泰不好好上学 在学校里边啊 各种违规违纪的 各种跟女同学乱搞 暧昧关系 经常违反纪律 17岁那年 这松永泰啊 还干了一件让人恶心的事情呢 有一个离家出走的女学生 这松永泰甜言蜜语的 把人家骗回家里边 发生了性关系 这事出了之后 女学生的父母知道了 人家没完呢 闹到了学校 松永泰就被学校开除了 17岁开除的 在家里边闲晃了将近两年 到了19岁就结婚了 第二年 他的爱人就给他生下了一个儿子 孩子出生之后 父母呢 也就把家里边的那份产业 完全的交给松永泰了 松永泰是典型的奸商啊 质量是越来越差 价格是越来越高 一旦有员工销售成绩不好 他不说他这产品不好 反而呢 埋怨人家员工 工作态度不对 对人家拳脚相加 松永泰结婚之后啊 有了妻子 有了孩子了 照样还是花花公子的那个做派 在外边呢 乱搞婚外情 在家里边呢 假暴妻子 他的太太跟着他生活 那也是有苦难言呢 再来说松永泰 不一直有野心吗 想当大富翁 大富豪 再有呢 就是喜欢跟外边的女人 轻轻我我的 思来想去 我怎么成大富翁 大富豪啊 我这么有魅力 哎 我可以从女人身上挣钱呢 但从哪个女人身上挣钱呢 思来想去 得了吧 我翻翻同学路吧 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在同学路里边 就看见了旭方纯子 松永泰知道旭方纯子家 家庭条件好 但毕竟俩人不熟 也没怎么说过话 我怎么才能把他给勾住呢 因为那上面 都有家庭的联系方式嘛 这松永泰啊 就联系了纯子 就跟纯子说 纯子你好 我是你的高中同学 松永泰 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 我刚刚想起来 我高中的时候 借过你五十块钱 还没有还呢 我突然想起这件事情来 心里面很不安 我想问你有没有时间 我们在咖啡厅见面 我把钱还给你 纯子一听 我借给过他钱 我怎么感觉都没说过话呢 我什么时候借给过钱呢 也可能是时间太长了 我忘了吧 纯子呢 是一个性情比较温和的人 松永泰 有嘴滑舌的 这么热情 这纯子也实在不好意思 搏面子了 毕竟是老同学呀 那见一面就见一面吧 俩人在咖啡厅见面之后 这松永泰可就到了表现的时刻了 是这样的 我翻同学册的时候 看到了你的照片 我突然想起来这件事情 当然最主要的是我被你吸引住了 虽然你不是绝顶漂亮的美女 但我喜欢你身上透露出来的那种质朴 那种温暖 我一时间没控制住自己 就拨打了你的电话 简单的 聊了聊上学期间的往事 聊了聊那五十块钱的事 松永泰就开始花言巧语 开始爱情进攻呗 但是 这么多年 第一回见面就来这一套 纯子 反而更怀疑了 纯子呢 就赶紧找个借口 就想走 也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之间不合适 松永泰一看 不行 我刚才话说太满了 太着急了 我得换一个策略 他也没有挽留纯子 两个人很愉快的分开了 从这起 这松永泰 就时段时序的联系纯子 用现在好多年轻人的话来说 这叫欲情故纵 晾着他 但是你也不能彻底的 一年半载的不联系 那就彻底没关系了 在纠缠着纯子的时候 这松永泰 还交往了另一个女孩呢 甚至跟这个女孩啊 都快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了 这个女孩 愿意嫁给松永泰 只要松永泰 愿意跟妻子离婚 俩人就能结婚 但是后来松永泰感觉不太对 因为这个女孩呢 比较有性格 比较有自己的主见 以后自己要想控制 她不好控制 她的家庭条件吧 也没有纯子好 我还是不能跟她彻底在一起 我是要当富豪的呀 我是有理想的呀 于是 松永泰放弃了这个女孩 重新的集中精力 攻克纯子 过了差不多快一年的时间 俩人才再次线下见面 还是到咖啡馆见面 松永泰呢 这回又有了新的招数 一边聊着天 一边貌似不经意的 松永泰轻描淡写的 说了一个事 蠢子 现在我和一个女孩 在认真交往呢 也在考虑婚姻大事 人蠢子一听 更纳闷的呀 你交往就交往你的呗 跟我说什么呀 对吧 咱俩要没关系 但毕竟是老同学 得客客气气的呀 真的吗 那恭喜你 不过蠢子 其实我内心 真正喜欢的是你 我一点都不想 和她在一起 蠢子一听 怎么又来了呀 这回比上回 还直截了当的呀 哦 松永泰同学 我想你不应该 辜负那个女孩子 哦 实在不好意思 我要回家了 要不太晚了 一个如此态度 坚决的拒绝 松永泰的女孩 最终又是怎么 落入松永泰之手的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松永泰直截了当 跟蠢子表白了 人蠢子呢 也直截了当的拒绝了 说时间太晚了 我要回家了 松永泰有些扫兴 但也不得不情不愿的 把蠢子送回家 在路上啊 这松永泰越想越窝火 我费了这么半天劲 我之前追女孩 不这么费劲呢 我费这么大劲 他怎么就不喜欢我呢 怎么就不同意我呢 在车上 这松永泰一脚 就把这车停在一处 黑漆麻乌的地方 一下子扑向了 副驾驶的蠢子 就要强吻他 蠢子条件反射似的 啪就给了他一嘴巴 你干嘛呀 松永泰挨了这一嘴巴 清醒过来了 对不起蠢子 我太喜欢你了 实在对不起 请你原谅我 蠢子呢 就也没彻底跟他撕破脸 松永泰就这样 把蠢子送回家 之前呢 在蠢子的心里 松永泰就是一个 普普通通的同学 都不算是老同学 但就是这一个吻 这一次强吻 蠢子的整个心态变了 就感觉到这个同学身上 有一点吸引住自己的东西 就跟前两回一样 松永泰还是不放弃啊 一回又一回的打电话 约蠢子见面 这回啊 不是约在咖啡馆聊天了 是约着出去兜风 玩了大半天 要送蠢子回家的时候 在路上这车一拐 就停在了一家 情人酒店的门口 咱们也不知道 当时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要么是强迫的 要么是连哄带骗的 总之 蠢子跟着松永泰进去了 在此之前 蠢子没有谈过恋爱 蠢子一直是一个处女 把自己的第一次 就交给了松永泰 发生完关系之后 松永泰知道 行了 这个女人 我算是彻底的掉到手里了 在此之前 这松永泰对蠢子是百依百顺 自从俩人发生了关系 正式到手之后 他的态度可就变了 开始索取 开始控制 发生关系大约两个月之后 松永泰呢 邀请蠢子参加一场圣诞音乐会 蠢子这时候啊 满脑子都是松永泰 爱上了松永泰 可是到达之后 发现松永泰不是一个人去的 松永泰旁边还有一个女人 那个女人是谁呢 是松永泰的妻子 蠢子一看 整个人彻底崩溃了呀 我把我的全部身心都给了他了 他怎么竟然还有妻子 他已经结婚了 蠢子感觉到了无尽的羞辱 但是蠢子已经彻底离不开松永泰了 说到这儿 您各位可能有疑惑 那这松永泰为什么要带着自己的妻子 再邀请蠢子参加音乐会呢 一般的渣男 家里边红旗不倒 家外边采旗飘飘 一般尽量避免这三跟自己的正配 俩人面对面呢 那这松永泰怎么想的呀 他呀 是想着让蠢子欠疚 让蠢子羞愧 让蠢子觉得自己不干净了 自己破坏了对方的家庭 破坏了对方的夫妻关系 蠢子自己也在想 我这样一个人 我如果不继续跟着他 还有谁能要我呢 他呀 已经彻底迷恋上了松永泰了 从那以后 俩人呢 也经常见面 但是关系完全就扭转了呀 是松永泰愿意见他就见他 不愿意见他就不见他 等过了一段时间 一步一步的 他发现蠢子已经彻底成为了他的傀儡 甚至成为了他的奴仆之后 重新的又开始对蠢子好起来了 一开始俩人约会一个月 约会一回两回 后来就是每周都约会一回 再到后来只要见面 松永泰就会给蠢子准备礼物 开始提及两人的婚事 松永泰跟他说 我想和你结婚 我离婚之后 希望你嫁给我 哪怕牺牲掉我的人生 我也要跟你结婚 我爱你 但各位别忘了 蠢子家那边情况特殊 还指望着招个入赘女婿呢 那松永泰会愿意吗 他愿意呀 他太愿意了 蠢子把这事跟松永泰一说 松永泰说 当然可以 我会入赘你们续方家的 蠢子呢 对松永泰的承诺就信以为真了 1984年 蠢子第一次对自己的婶婶 说出了这一份恋情 没敢跟自己爹妈说 但是跟自己的婶子都说了 那他的爹妈还能不知道 蠢子父母得知自己的女儿蠢子 竟然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夫 无比的震惊啊 很愤怒 要求蠢子立刻断绝和松永泰的关系 同时 蠢子的叔叔也发现 这个松永泰 正在调查 旭方家 以及蠢子母亲家的资产状况 毫无疑问 他为什么要调查呀 这来者不善呢 这不是冲着蠢子这个人来的 而是冲着蠢子自己父亲家和母亲那个家 两家的财产来的 家人里面最担心蠢子的 就是蠢子的母亲静美 在愤怒之下 静美呢 也雇佣了私家侦探去调查松永泰 不过也不知道 是请的这私家侦探是骗子 还是松永泰太警觉了 反正啊 静美请人调查的这事 被松永泰给知道了 松永泰 在此约蠢子出来见面的时候 对蠢子破口大骂 为什么不信任我 为什么你妈妈也不信任我 我爱你 你不知道吗 蠢子听松永泰这么一说 心里也很内疚 是啊 他是爱我的 他要不爱我 怎么可能愿意和妻子离婚 和我结婚呢 我的家人 让我的爱人受委屈了 松永泰呢 就要求蠢子安排一场 和他母亲静美的见面 蠢子啊 坠坠不安的 就安排了两个人相见 他害怕 怕俩人呢 彻底在这次见面之中 撕破脸 恶语相向 彻底断绝了他们两个人结婚的可能性 但是松永泰 这是高手啊 在这次见面之中 松永泰表现得彬彬有礼 各方面表现都挺好 又有嘴滑舌的 静美一看 这小伙子挺好啊 从那以后 静美时不时的 就会跟这松永泰见面 对自己这个准女婿 是越来越满意 这松永泰啊 这也算是祖师爷赏饭吃啊 那嘴是真好使啊 甭管是谁 只要跟松永泰聊上一回天 那都能喜欢上他 差不多过了三个月 松永泰和淳子 就写了一份确定书 什么确定书呢 上面就是松永泰会与妻子离婚 并与淳子结婚 然后把这份确认书 就拿给淳子的父母看 对此啊 淳子的父亲续芳玉 人家没说什么 但是母亲静美很热情 这小伙子太好了 赶紧让他跟他的妻子离婚 跟我们家淳子结婚 赶紧让他进入咱们家 您各位该说了 再有嘴滑舌 说的再好听 那这静美就见了那么两回面 就彻底的被这松永泰征服了 就彻底被这巧舌如簧给打动了 有这么简单吗 其实啊 这个事情背后 还有着更狗血的隐情呢 淳子的母亲静美 在有一次跟松永泰会面的过程之中 是受到了松永泰的诱惑也好 勾引也好 俩人呢 发生了性关系 等于是有了肉体关系了 静美也痴迷上了松永泰 就想着 自己的女儿 嫁给了松永泰 松永泰成了这家的坠婿 那时不时的 我跟我这女婿也能亲近亲近呢 松永泰 现在已经拿下了淳子 以及自己这准岳母 他知道这事啊 算是成了 此时此刻 已经不需要哄着淳子了 这个家都是我的了 于是松永泰对淳子的态度 又有了变化 而淳子这一家人 此时此刻也没有意识到 他们所迷恋的松永泰 为这一家人带来了无尽的痛苦 以及杀神之祸 到底 后续松永泰在婿方家 还会做出怎样的事情 上期节目啊 咱们说到了 这松永泰如愿以偿的离婚 当了这婿方淳子家的坠婿 这家人还不知道的是 这个所谓的坠婿 给他们带来了 无尽的痛苦和杀神之祸 既然已经如愿以偿的 进到了续芳家 接下来松永泰 就该实行下一步计划了 进家门之前 淳子 那是他得百般呵护着的小公主 进家门之后 行了 什么小公主啊 这就是我的一个工具 于是松永泰开始进一步的 PUA淳子 对他进行洗脑 首先呢 就是这种语言灌输 松永泰跟淳子说了 东京有一家音乐事务所 想邀请我加入他们 你知道的 我在音乐上很有天赋 但我为了入赘到你们家 我不得不放弃 放弃了我的理想 放弃了我的事业 放弃了我能成为一个伟大音乐家的可能性 类似的借口 说辞还有很多 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让淳子 从思想上认为 松永泰 为了他牺牲了很多 为了他们这个家庭 牺牲了自己的梦想 牺牲了自己的理想 于是这淳子 长此以往 就开始有了这种罪恶感 开始从主观上认为 是我 是我们全家 对不起松永泰 松永泰除了语言上的洗脑之外 还有就是行动上的暴力 松永泰啊 会因为一点很小的事情 就辱骂淳子 殴打淳子 甚至会在淳子开车的时候 用拳头击打他的手臂 甚至脱下来皮鞋 打他的头 而淳子呢 不敢反抗 紧紧的握住方向盘 最厉害的时候 松永泰甚至会从晚上 一直凹打淳子 打到第二天天大亮 自己所做的这些小事情 自己无意之中的这些生活习惯 自己无意之中说出来的这些话 都会被松永泰一遍一遍的质问 一遍一遍的追问细节 再加上更加严重的这种暴力惩罚 淳子越来越觉得不是他的错 是我真的有问题 他之所以这么对我 都是因为我不好 他是爱我的 如果我表现能更好一些 他就不会对我这样了 就在这样的POA之下 淳子啊 彻底失去了他的独立人格 彻底成为了松永泰精神上的奴仆 其实松永泰还不光是对淳子这样 也不仅仅是对女人这样 咱之前不说过吗 松永泰结婚之后就继承了他父母的那个被入公司吗 继承了公司之后啊 把老员工就都遣散了 招了一批年轻人 这些年轻人呢 要么是初中辍学 要么是高中辍学 给这些年轻人呢 制定了严格的守则 比如在这规定上面 就明确说明了 任何人不能违背社长的指示 也就是不能违背松永泰 任何人辞职都得全体员工同意 外出销售 必须三个人一组 返回之后 再各自汇报各自的言行 工作期间必须住在公司 不能拨打私人电话 等等等等 一旦这些年轻人触犯了守则 犯了所谓的错误之后 轻的就是罚作俯卧生 不许吃饭 要不站着睡觉 重的就把电线缠绕在手腕上 进行电击惩罚 说到这儿 您可能感觉这种场景似曾相识 那跟很多诈骗团伙里面的手段 跟很多传销集团里面的手段 如出一辙呀 这些诈骗团伙 这些传销集团 他们的本质不也是在进行洗脑吗 除此之外 松永泰还鼓励大家互相举报 只要举报的这个事最终属实 那就能得到夸奖 就能得到奖金 在松永泰心里完全不是根据业绩 完全不是根据能力 对这些员工进行排序 而就是根据个人喜好进行排序 一旦说谁的次序处于末尾 他最不喜欢谁 那各种各样莫须有的罪名就来了 比如曾经有一位员工受到奠基惩罚 那个理由就莫名其妙 为什么受到惩罚呢 说他进公司的时候啊 是左脚先踏入公司的 应该是右脚先踏入 因为他左脚踏入了 就受到了奠基惩罚 因为这制度太残酷了 很多员工呢 人家偷偷的就逃跑了呀 松永泰呢 后来为了让这些员工 不敢再逃跑 那怎么办 就有点类似于咱们说的 纳透明状那个意思似的 把那些欠公司钱的客户啊 让这些员工绑到公司的地下仓库 向他们的家人要钱 这就叫绑架呀 那这些客户是真欠公司钱吗 这事说起来那就更荒诞了 松永泰公司的床垫卖的很贵呀 所以没什么人愿意买呀 一些员工呢 为了拿个人提成 就想出了一种馊主意 给客户适用 就是半强迫的把床垫送到客户家里 一个月之后上门回收 如果客户真的在一个月之内拆开床垫了 那么就会向客户索要每天一万日元的折旧费 要客户把这钱给了 员工拿床垫走人 要是不给那行了 那接下来就是松永泰发挥的时候了 松永泰首先会在客户家严厉的训斥员工 甚至让员工下跪道歉表达自己诚意 但松永泰会放过客户吗 当然不会 客户呢一般就会哭诉自己的苦衷啊 比如我工资都发不出来了 我手里边没钱 我买不起这么好的床垫 一看客户有这种表现的时候 这松永泰那就说可以 没关系 我这可以分期付款 只有1%的利息 比银行的利息低得多呀 你可以分期购买呀 好些个客户呢 就感觉这床垫也用了人家的了 也打开了包装了 再加上这群人跟土匪恶霸似的 利息也不高就签了吧 签了之后 可就彻底掉入陷阱了 因为这份分期协议的1%的利息 不是年息 不是月息 而是日息 这样客户欠的就越来越多 欠的这金额远远超过那个床垫的价值 一旦这些客户落入陷阱之后 这松永泰就跟对纯子PUA似的那样 PUA这些客户 这些客户也会逐渐的被这松永泰给洗脑 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客户吃了亏了 但是松永泰一直还是逍遥法外 咱们再说回松永泰对纯子的这种PUA 松永泰后来跟纯子说过 你如果爱我 就应该在你的身上留下我的名字 他呢就想了一个变态的方式 用烟头在纯子的胸口烫出了一个太字 过了几天还是不过瘾 松永泰又在情人酒店里边 把纯子抱打一顿 在他大腿上也闻下了一个太子 这样纯子的身体上都是他的名字 那么纯子就是独属于他自己的 松永泰要求纯子在自己的监视之下 给家人给朋友打电话 对家人对朋友说出种种不堪入耳的下流话 那些脏话 让这些朋友让这些家人 开始对纯子产生厌恶 这是精神的折磨 肉体的折磨 双重之下的折磨呀 纯子呢已经活得没有任何的尊严了 他现在只能依靠松永泰 完全没有尊严的活着 终于让纯子忍受不了了 1985年2月份的一天 纯子在家里的浴缸割腕自杀 但得亏他的母亲静美 发现得很及时 送到了医院 这才救回了一条命 松永泰知道之后 急急忙忙赶到医院 一脸诚挚的 无比真诚的跟纯子的父母说 纯子是最听我话的 我很怕如果让他继续像原来那样生活 他还会自杀 不如把他托付给我 我会为此负责的 这纯子的爹跟妈呀 现在还不知道松永泰是个什么祸呢 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竟然同意了松永泰的请求 就这样 出院的时候 纯子也没回家 而是被松永泰接到了他公司的宿舍居住 在自己家里边 这日子还过得人不人鬼不鬼的呢 那到了松永泰的公司里 那日子更过不下去了呀 松永泰还会想出来怎样变态的手段 折磨纯子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 这松永泰直接把纯子 接到了自己公司的宿舍里边 那在家里边还过不好 那到了宿舍里边 这日子更过不了了 一方面 松永泰要求纯子 也要作为自己公司的职员 去诈骗客户 另一方面 还得承受松永泰的这种暴力 甚至手段更多了呀 松永泰不是会惦记员工吗 现在纯子也是员工了呀 你只要不听话 那就也惦呢 日复一日的 也看不到尽头 纯子的精神终于彻底崩溃了 每天活的就跟行尸走肉一样 不久之后 松永泰要求纯子回家 跟父母断绝关系 此时此刻的纯子 已经没有任何自我意识了 松永泰说什么是什么 纯子就回去了 断绝关系 爹跟妈都纳闷 这是怎么了呀 肯定不能断绝关系 不同意 纯子说了 不同意 不同意 我就去当小姐 我就去卖 纯子的父母一听 不能让女儿这样啊 女儿只要能好好活着 断绝就断绝吧 就这么着 断绝关系了 这一下子精神到肉体 完完全全 百分之一万的 彻彻底底的成为了松永泰的奴隶 听到这儿 您各位可能有疑问 松永泰不就是为了得到旭方家的那些财产吗 那让纯子和家里边断绝关系 这财产怎么拿呀 其实这一切都在松永泰的计划之中 松永泰呀 这是下了一盘大棋 通过这一段时间 他看透了 旭方家最注重的是什么 是名声 是声誉 是面子 所以第一步 就是先把纯子和自己完全绑定在一起 1992年7月份 松永泰陪着纯子去银行办理业务 因为银行不愿意延长定期票据的兑付时间 松永泰当场撒破 把东西也都砸坏了 银行职员对此提起控告 警方以涉嫌威胁和破坏财产罪 对松永泰和纯子发出了逮捕令 此外在调查之中 也发现了松永泰公司一系列的诈骗行为 尤其是他们对一位年老的妇女 进行了高达350万日元的敲诈 警方对此追加了涉嫌诈骗罪的逮捕令 那松永泰这么一个精明的人 是这回玩砸了吗 不是 这都在他的控制之中 他呀 早在警方找上门之前 就申请了公司破产 那公司都破了产了 我再赔别人 跟我没关系了 有先责任公司吗 于是就留下了高达9000万日元的债务 他自己呢 带着纯子出去逃亡 他真正的目标是什么呢 只要在99年7月份诉讼时效到期之前 不被警方抓住 他就能逃脱牢狱之灾 也能彻底摆脱之前的那些巨额的债务 但接下来逃亡去哪呢 在哪才不会被警察抓住呢 松永泰啊 最终选择了北九州市的小仓 这是他的出生地 到了这之后 松永泰决定 我要开始下一步的犯罪行动了 他认为他这不是犯罪 他认为这是一种艺术 我要艺术性的达到我的目的 以威胁欺骗语言暴力去控制别人 PUA别人 并且让这些被PUA的人 从他们的亲友那儿榨取钱财 这样自己的逃亡生活 那也是过得惬意无比啊 松永泰选择的第一个目标 是他公司之前的一位职员 这个职员上班的时候 就认为听松永泰的话 赚钱的机会就多的是 但是松永泰他不是个好玩意儿啊 只要心情有点不痛快 对他辱骂 对他殴打 同时还得让这职员的家人 不停的寄钱 钱少了 那接着打 被松永泰如此对待三个月之后 本来松永泰以为 应该彻底洗脑成功了吧 咱们之前好多案子 屡屡提到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说白了就是受害者 爱上了嫌疑人 这种事情啊 像咱们整天安安稳稳快快乐乐的生活 会表示一万个不理解 我一定不会这样子 你受害人爱上了嫌疑人 爱上了凶手 这不神经病吗 但是把我们每个人 真正的放到这种绝境之中 谁也无法保证 不会变成这样子 不过让松永泰没想到的是 这个员工啊 人还没有被彻底洗脑 一看再这么过 过不下去了 找个机会可就逃跑了 这个职工一逃跑 松永泰也害怕了 我给他洗脑洗了三个多月 怎么他不仅没成为我的奴隶 还是找机会逃跑了呢 如果这样下去 那我一定会客死他乡啊 不行 接下来我还是要调整方式方法 就开始研究啊 具体的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更应该讲究怎样的策略 第二个被松永泰盯上的人呢 是一位曾经和松永泰交往过的女同学 松永泰呢 把电话拨打到了这个女同学这 毕竟俩人曾经有过美好的一段呢 这女同学现在都是三个孩子的妈了 但是内心之中 还有那种初恋的那种情感 那种心情甜蜜的那种状态 记忆全部都回来了 毫不犹豫的分批次借给了松永泰 高达二百多万日元的一笔巨款 松永泰啊 确实是能说 她的话术太高超了 当然这个女同学呢 可能也生活的百无聊赖 经过一段时间的联系之后 松永泰跟她说 我还爱着你呢 我愿意和你结婚 这同学还真就信了 于是带着三个孩子离家出走 想着跟自己的初恋再续前缘 就搬进了松永泰的公寓 那这个女人到了手了 这就不是心爱的女人了 这就是工具了 这个女人进来之后再想出去 那也出不去了 这个女同学很快成了松永泰的施暴对象 不得不向亲友 乃至向她的前夫索要更多的钱财 最终 这个女同学给松永泰 一共骗来了一千多万日元 实在承受不住这种压力 跳海自杀了 对于松永泰来说 没关系 钱到手了 这工具也算用完了 反正也不是我杀的 是他自杀的啊 死就死呗 这个人用完了 接着找下一个不就得了吗 第三个被他盯上的 是一个非常热心茬的房地产中介 松永泰呢 这回让纯子出面 跟这中介提供了一个虚假的投资计划 这中介还真信的 顺利的骗到了三十万日元 正因为这三十万 松永泰就感觉 哎 这可以啊 这个人是一个很好的提款机嘛 对吧 这是一个聚宝盆嘛 于是松永泰决定 接下来不让纯子出面了 自己亲自出马 又抛给了他一个投资计划 这个计划说的更加的天花乱坠 这个中介呢 毫不怀疑 毫无疑问 这中介完全陷入到这陷阱之中了 甚至为此和女朋友也分了手了 他呢 他呢 其实有过一段婚姻 跟前妻呀 生了一个女儿 女儿还是跟着他生活 跟女朋友分手之后 这中介呢 就带着女儿搬进了公司的宿舍 女儿啊 叫公子 在松永泰的计划之下 这中介把公子送到了松永泰身边抚养 并且还得支付养育费 这养育费就等于是这个中介自己全部的薪酬 再到后来松永泰干脆把中介也骗进自己公寓住吧 以公子为人质 威胁中介承认了很多并没有犯过的罪行 并且呢 实施种种虐待 比如 不给他饭吃 让他饿着 天越冷 越得用凉水洗澡 每天呢 可以排泄 但是只能排泄一次 也就是大便一次啊 排便的时候呢 必须是赤身裸体 连内裤都不许穿 还得开着门 让大伙都看着 那如果实在憋不住大便失禁了 怎么办 这说着都恶心啊 必须要把大便失禁排出来的这些粪便 塞一口一口的把他给吃了 还把这个中介啊 关在一个特别窄小的牢笼里边 睡觉的时候呢 只能是坐着的这样一个姿势睡觉 每天呢 都对他殴打 对他惦记 甚至让他的女儿公子去咬他的大腿 这还不算完呢 这松永泰 会如何把这中介一步一步折磨至死 下期节目继续讲述 吕鹏大案即时 中外最暗时录 感谢您的收听 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